哈喽大家好,我是刘二手 咱们去澳门旅游的时候啊 经常能碰见一些低价房 就是低价的这种酒店 就是有人会以这个酒店原价的五折 甚至更低的价格 去给你提供这个酒店住宿 当然其中这有一种叫房卡房 什么叫房卡房呢 就是有一些老哥 比如说公关给他开了房 比如给他开了七天 他玩红蓝 打到第三天的时候洗白了 没有米了 也掉不来子弹了 那还剩下四天房 他也不想在澳门继续住的 因为没有米了嘛 你继续待下去也没有意义 对吧 他呢就把这个四天房呢 就是去低价 去卖给别的这个老哥 或者说想在澳门住宿的这个 这些朋友 然后换取一些路费呀 或者说换取一些子弹 继续战斗 那这个房呢就叫房卡房 因为你要入住这种房 这个房不是拿你的名字去开的 所以呢 这个房主本人呢 他要手里持有一张房卡 因为一般酒店给你两张房卡 人家真正的房主手里就拿一张 然后另一张呢给你 这就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性 因为 因为这一共两张房卡嘛 其中有一张房卡不在你手里头 你住在这里的时候 有可能有人会拿着另一张房卡 进入到你这个酒店里头 甚至说呢 你在出去旅游啊 战斗的时候 有人会拿着一张房卡进入到你这个酒店里头 对你的一些财务进行盗窃 啊 这个都是非常有有有风险性的 所以 面对房卡房这种事啊 呃 咱们尽量要谨慎啊 还有一个啊 就是危害性更大的 就是之前我听说有这么一个老哥啊 就是说出来之前 呃 在一个平台上呢啊 有有这么一个信息 就是预定这个澳门这个酒店 啊 非常便宜 价格非常便宜 啊 呃 然后呢 他就联系了这个网店的店主 然后就订了 订了当时是在永立皇宫啊 当时因为是旺季他订的又是那个湖警房啊 然后大概一晚将近五千块钱啊 然后那个他就是原价是五千块钱 他找的那个人给他算的是两千块钱 就是你只要花两千块钱 我就能让你住一晚啊 很划算 然后他就去了啊 去玩完了 然后等回到内地啊 过后一个月接到澳门那边给他打过一电话 啊 就说先生您好 您是某某某吗 他说啊 是我 那个之前您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 在澳门的永立皇宫啊 入住了几晚 啊 然后那个当时呢 您是用信用卡预定的 然后现在呢 这个信用卡这个 说是盗刷啊 那个信用卡里的这个原本支付给我们的 有房费 被赎回了啊 请您于比如七月工作日之内 把这个房费再付给我们 否则我们要把您个人信息提交给澳门司法 啊 就是报警啊 这种情况也屡肩不鲜啊 他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就存在澳门这里头的一个灰色产业啊 就是 一些人他在里营外合啊 就是你看咱们去澳门消费啊 甭管你去商场消费还是去哪 你难免去刷卡吗 他有的人在那个POSE机上啊 给你安装一个小的装置 啊 就类似于读卡器啊 还是什么东西似的 当然我不懂啊 就是 你你凡是在他这个POSE机上刷过卡的 你的这个银行卡的这个信息 肯定被会被记录在这个POSE机上 然而他这POSE机安装了这么一个读卡器呢 就是能把这个POSE机里的这些 所有在这POSE机里刷过卡的这个 呃 卡的这个数据呢 给他导出来 啊 给他导出来 这样呢 就就会 造成了后果 大家就可想而知了啊 因为有一些 包括名品店 就比如卖奢侈品的啊 包括酒店的这些人 他们跟一些这个 澳门的一些不法分子啊 就合作 往这个POSE机里头抓 装这个装置 嗯 一些客人在这消费刷卡的时候 信息就被透露 就就就被泄露了 说白了是啊 其实不光是澳门 尤其在出国的时候 你在国外一些国家 这种情况 可能更多 可能有些人已经预见过啊 那么就是说你 这样一来你的 营养卡的信息被被被泄露了啊 那人家一些不法分子 拿到你的信息之后 比如说 他在这个 一些可以预定酒店的这些网站上 拿你的这个营养卡信息进行消费 就是帮其他的一些所谓的 一些顾客下这个订单 就是下这个酒店住宿订单啊 这基本上就是零成本的 因为他用的是你卡里的钱嘛 他又没花自己卡里的钱 所以他别说五折 他两折他都有的转 他那是纯转 啊 当然了 那消费之后啊 人家原本这个银行卡的卡主 肯定是要查这个钱的来能去卖的 因为我没消费这一笔 这钱通过卡里扣走了 人家肯定是要报警去找银行啊 什么的啊 去追回这笔钱 哎 这样呢 就造成了之前我说那个事啊 有的人就是图便宜啊 订了酒店 结果住完了之后 人家酒店又找他了 说你这个 是这个盗刷银行卡 住他 你们必须得在七个工作时日之内 把这个钱给我们酒店补上啊 不让我们报警 把你的这个港口通证啊 或者说身份证啊 这个这个个人信息啊 提供给警方啊 你接受警方的处理 这个就给 怎么说呢 给很多 一些老哥造成了一些 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说我想提示 就是咱们不要去贪这个便宜 啊 因为 什么东西 他都是 要付出代价的 免费的 或者说便宜的 都是最贵的 啊 这些咱们老哥老姐们 一定要注意 然后就是 通过这件事 咱们也要去 加乘自己的防范意识 就是说 你去境外消费的时候 尽量不要刷卡 啊 因为 这种情况特别多 因为境外 他比较乱 尤其是你在境外 你去刷卡的时候 他是不需要输入密码的 啊 所以呢 这个 你刷卡的时候 有些时候呢 他不光是post机 他有的一些黑客 请入这个商场 或者酒店的这个 呃 后台数据 把这数据给盗走了 啊 不是他们 有些时候 不是说他们是那个 嗯 坚守自当 就是被外来的 那个入侵的黑客 进入他们的系统 把这个客人的这些 消费数据给盗走了 啊 造成那种 不必要损失 所以呢 就是出去之后呢 咱尽量咱就微信支付宝 啊 扫二维码 不要拿出来这个卡 去消费 啊 这是保护自己的 自身财产安全的 这个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好吧 呃 今天呢 这个视频就给大家讲这么多啊 呃 希望对大家呢 能够帮助 好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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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